高雄警方獲報一輛銀色轎車 車頭毀損停在路旁 將近一天行蹟可疑 當時員警前往盤查時 駕駛拒检 開車衝撞警車 兩名員警見狀立刻上前追氣 並且朝車身連開把牆 銀色轎車引擎該掀起 保險桿也被撞壞 儘管如此駕駛仍然拒检 甚至一路倒車加速逃逸 兩名員警則是邊追邊開槍 監視器還拍到 他一路危險駕駛 儘管被引擎蓋遮住視線 還高速甩尾衝過路口 警方是在9號下午貨爆 一輛銀色轎車車頭毀損 在路旁停了將近一天 車上還有個人 覺得可疑 結果員警到場 嫌犯果然拒捕逃逸 還衝撞警車 結果警察一來 叫他下車 然後就蹦蹦蹦蹦蹦 看到警察來 他就 因為他前後都有車嘛 就蹦 倒車前後 撞一個缺口 然後就跑出去 那今本分局 示意 駕駛 下車做檢 但該駕駛的 竟拒絕 拒絕我們原警的 這個 這個藍場 然後並 企圖衝撞 原警 原本停在轎車前方的兩台車 都被波及 女車主騎車到現場 了解車子受損情況 拒絕逃逸的駕駛 則是一路逃了五公里遠 把車子丟在路中間 人就跑了 而兩名原警 則是因為徒手破窗 造成手部擦挫傷 送醫治療 後沒有大礙 警方目前已經鎖定 嫌犯身份 展開追企 記者綜合報導